这是好事啊 你表姐想让你去做压寨夫人 我根本就不想做什么压寨夫人 先生 先生那是个蓝巫啊先生 你这么想可就不对了 我不对了 你看 这压寨夫人多好啊 吃香的喝辣的 还有人整天伺候着 这个福一般人想不了 您真这么想 那可不吗 这话 你可别顾问 没 挺好 你挺会说话呀 知道说什么让女人高兴 男人的本性 男人的本性 那夏天不是男人吗 怎么从来没听见他这么夸人 敲楼卖堂各有所长 哎 嘴不甜的男人的话千万别信 多半都是口是心非 你说的不是你吧 哎 问你个事 说 翠花说 你要把他嫁给什么百花山的逢什么魁有这么回事吗 啊 是翠花告诉你的吧 他怎么什么都跟你说呀 真是分不清理外 人家不就是说说吗 他不愿意 你说你也是 你非得死气白咧的把他嫁给一个不认识的人 你是他表姐吧 你这事 做的确实不怎么样 这种闲事你少管啊 管又管不了瞎参谎什么呀 哎 你要是这么说 我还就不信这些了 俗话说的好强扭的瓜不甜 这是人翠花一辈子的大事 你说 你也是女人 你不为他设身处地想想 你怎么知道我没想啊 我想有用吗 我实话告诉你 让他嫁给风轻回的不是我 不是你是谁 翠花就你这么一个表姐 他还有别的亲人吗 别人谁给他操这份心啊 我打心眼里不愿意 这是银龙的指令 得了吧你 银龙人家是干大事的 他正事还干不完了 就你这闲事 他管 你这话谁信呢 你自己看吧 速把翠花嫁到百花山给冯庆奎做压债夫人银龙 你说这个银龙装什么孙子啊 这么多正事他不干 管起闲事来了 你说他是不是有病啊 我知道他是为什么 冯敬奎原来是国军的一个营长 共军进攻北平的时候打垮了他的部队 他就逃到了百花山 网罗了一批散兵游泳 战山为王 现在手下有几十号人 还有一些武器弹药 银龙八尘是盯上那些玩意儿了 他这招可真是够损的 非得把翠花嫁给他 你不知道 冯庆奎现在就缺个压债夫人 上次到我这儿一眼就相容翠花了 不是这个事 跟咱们完成天字一号有什么关系吗 银龙是想投其所好 搭上一个翠花 换回冯庆奎和他那几十号人 还有武器弹药 让他们来替咱们卖命 这个银龙还真是有点花花肠子鬼心眼啊 这个事要是翠花死活不干 他这个如意酸盆就得泡汤 那就由不得翠花了 他嫁也得嫁 不嫁也得嫁 就是捆 我也得把他捆上百花山 雨菲啊 你是她表姐 你这么做就不怕遭到天谴吗 我这手上这么多人命了 我要不遭天谴那才见了鬼了 课长 您休息吧 白眉啊 我得感谢你 感谢我 谢我什么呀 是你向组织汇报了洗手间的事情 及时的敲响了我的警钟 让我提高了警惕 要不然 我的麻烦可就大了 科长 其实还是您自己大意灭亲吗 在这个问题上 我是有严重错误的 我随时接受组织地务的严厉批评 教训 一定要通过这件事情 吸取沉痛的教训 科长 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 组织上和同志们还是相信您的 是啊 越是这样 我也感觉到内疚和不安 我真是 对不起大家 我这个科长当的 科长 咱别说这些了 你心里不舒服 我也不好受 不说了 不说了 咱们换个话题 好吗 最近 你们的工作 做得怎么样 你看我这记性都给忘了 我先向你透露个秘密 我们抓到了许秀轩原来的丈夫 也就是叶小宝的生生父亲 生生父亲 谁啊 我没有啊 我都当场把你给抓住了 你怎么还不承认呢 长官 我真是冤枉了 那个地儿我就去过一次了 我最近发誓 我要是扯犯一谎 天打雷劈 天打雷劈 那你为什么装伤没你胡楼 因为我儿子 死得不明不白 我实在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我发誓要给他报仇 那时候啊 街坊自临 都传说什么美女胡楼的事 我是想用这个办法 逼一下那个打击老头 看看 能不能查出害小宝的凶手 那你怎么会怀疑到 其父的头上呢 是许秀轩跟我说的 他说这事 肯定跟那老头有关系 在这件事上 我相信许秀轩 那毕竟是我们亲生的儿子 唐叶平是谁杀害的 他 他死了 回答问题 凶手是谁 我不知道 撒谎 我真不知道 长官 你们可不能把什么都推到我头上 我干的事 我已经都承认了 许秀轩的突然失踪跟你有没有关系 他失踪了 你装什么糊涂 长官 我 我真想把心掏出来给你们看看 我 那 那你们快去找人呢 要不我真是跳起黄河也洗不清了 你确实不知道他失踪吗 长官 我要是知道 你可以马上把我拉出去给崩了 那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总是撕叶小宝作业本上的纸呢 你总在他作业本上写写画画 你写些什么 有画了些什么 我撕那些纸 是为了给许秀娟写信 其实目的很简单 我是想跟他恢复过往的关系 我给他写了好多封 可是他一封也不回 后来 我索性就写在小宝的作业本上了 我估摸着 他给小宝批改作业的时候 总能看到啊 可惜他找不着了 要不然我相信 他就是再恨我 也会出来给我作证的 翠花 我看这事你还是听你表姐的吧 看透了 这世道 没有一个好人 嗨嗨嗨 不是我听你这话 意思怎么好像冲我来的 依我看 百花生未必比这差 先生可真会说话 把我推到火坑里 反倒说那里暖和 翠花 你看在那儿啊 至少不用再干这些下人的活 也可以过过这些 什么一来伸手啊 饭来张口的日子 多好了 我已经想好了 这个压寨夫人 谁爱当谁当 反正我不当 要是我表姐 真是胜岸英帅 把我逼上百花山 我就是死 也绝不让那姓风的碰我一下 大不了一死了之 这种日子 我是过够了 谁 站住 吓我一跳 干什么呀 你是不是在偷听我跟翠花说话呢 偷听 逼人 逼人没这个爱好 那你站在窗口边呢 干什么 您这话问的 是不是太离谱了 我是这儿的二掌柜 这是我的地盘 我愿意站在哪 我就站在哪 我就不明白了 这一大老爷们 怎么对一个使唤丫头 就那么腻 你瞧瞧你这话说的 还像二掌柜的样 什么叫使唤丫头 翠花是刘小姐的表妹 我也纳这闷 刘小姐怎么就瞧上了你这么一个 阴不阴阳不阳的家伙呢 您是有文化的人 说话讲究点成不成 今天就想这么说 怎么着吧 我当然是不能把您怎么着了 不过我不是地头蛇 我也更犯不上 去惹那些来路不明的小鬼 犯不上 我也不是什么强龙 可见着地头蛇 还就想压两下 那好 我惹不起 咱躲得起呀 您牛 是赔了 站住 你还没把话说清楚呢 没有什么可说清楚的 您说您是翠花什么人呢 你怎么就那么关心她呀 是不是您见翠花长得漂亮就得一黄花闺女起了歹心呢 你再胡说八道 怎么着 还想动手 您别以为您是督办大人就没人敢还手了 你不要动手 再让过去别打 让手放开 我跟你说 今天的事不算完 哪天我让你知死知道什么叫地头蛇 你这话我记着了 你到时别验回去 我还没见过你这样的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们俩还有心思打架 现在最重要的是京城团结共复国难 我跟他京城不了 干甭提什么团结 整天就知道溜窗边趴门缝 偷听偷给我 我跟你说我今天揍他 我是替你教训他呢 让他知道怎么才叫尊重别人 他这个人就这么点小毛病 可是不管怎么说 他脑子好用 对我们也忠心 你就别往心里去了 小毛病 你可真够宽宏大量的 我告诉你 你能忍 我不想 你跟谁合作不好啊 你怎么跟这个变态在一起呢 你挡着看吧 早晚有一天啊 你挨他黑枪 那绝对不会 这个我心里有底 不信是吧 好 走着瞧 有你后悔那一天 我倒是也不明白了 你到底跟翠花说什么了 让他听见就听见呗 至于惹得你这么大动肝火 不依不饶的 我呀 我就是想替你 替你劝劝翠花 嫁谁不是嫁 让他顺其自然不就得了吗 可谁知道 他怎么了 他说啊 他就是死 也不给那个冯庆奎做什么压寨夫人 要我看 他这话不像是胡说八道 你要真敢把他绑上百花山 你就等着给他收尸吧 他真是这么说的 我看他像是横下一条心了 你还真别不当回事 这四丫头 死降死降的 你别说 他这点还挺像我 你能不能跟殷龙再去商量商量 干嘛非得嫁给冯庆奎 晃得别人不行啊 你以为我真愿意把翠花嫁给你活驴啊 那不是没办法吗 这冯庆奎你是不知道 那是个不好惹的主 他既然认准了翠花 你要半截蓝腰给他换了 他不找你拼命才怪呢 这小子武艺强 枪法好 没准还是咱们完成天资一号缺不了的人呢 这再说了 银龙已经把翠花许给他 想变也变不了了 那可是你表妹啊 你再去争取争取 事在人为吗 既然都已经明白了 自己做了那么多该遭报应的事 还不赶紧多做点积德的事 别犹豫了 翠花是你的表妹你唯一的亲人 好 我试试看 雨晨 你觉得许秀娟是真的被罪自杀吗 不 给我的感觉恰恰相反 你说说看 虽然那具女尸穿着许秀娟的衣服 但从她被毁的面目全非上这一点看 就太可疑了 我私下向王医生请教过 人的尸体在水中浸泡48小时以上 才会浮股变形 可徐秀娟失踪不超过36小时 怎么会浸泡的让人认不出来呢 您说呢 所以我判断有三种可能 这一 她被绑架后 一花接木了 绑架者希望我们知道 徐秀娟已经死了 从此不再追查 二 许秀娟如果是特务 那她给我们耍的就是金蝉脱鞘的轨迹 第三种可能最重要 无论是前者的不希望我们再追查也好 还是后者金蝉脱鞘也罢 归根结底只有一个目的 都是要告诉我们 许秀娟有重大的嫌疑 让我们认为 以前所有的坏事都是她一个人做的 只有这样 才能把我们的视线全部集中在她的身上 假如是这样 许秀娟被绑架的可能最大 敌人是在设法转移我们的视线 好 有理有据 我同意你的分析 现在的关键 是要迅速查清谁是绑架者 而且还要尽快地找到许秀娟的下落 与此同时 我们要调查清楚 方洪亮所交代的情况是否真实 要顺利做好这些工作 咱们还得演戏 要让外界知道 咱们断定许秀娟已经死亡了 也就是说再玩一把将计就计 对啊 您不是说兵不厌诈吗 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敌人不糊涂也得糊涂 看来昨天晚上敌特的发报 肯定跟这事有关系 可惜我们破译不了 掌握不了敌人的情报 我心里很不踏实 您是不是觉得 我的分析还有漏洞呢 当所有的疑点 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 一般有两个结果 第一 它确实有问题 第二 就是别人栽葬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第二个结果 是啊 如果许秀卿还活着的话 敌人会把它藏到哪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问小姐是在等人吗 对不起 我没听见您在说什么 我问您是在等人吗 没错 我是在等人 看您桌上的玫瑰花 应该是在等一位先生吧 何以见得 玫瑰花代表爱情呢 对不起 您搞错了 我是在等我表姐 那不好意思 我眼镯了 请问您这位表姐 是不是鼠龙啊 您这个人可真有意思 对不起 我要走了 有人在玫瑰花园等我呢 让石坦 感谢观看 好吧 你听我说 王医生 你看到杨科长了吗 没有啊 他不在他自己的房间吗 我整个医院都找遍了 都没找着他 他呀 肯定是开小差 这又回单位去了 那您呀 可得好好批评批评他 要是病人都像他那样 那我们以后怎么工作呀 好好好 回头我好好批评他 你去吧 王阳 诶 怎么说 你胆可真不小啊 又回来了 我的命令不管用是吧 瞧你说的 我把这活干完 赶紧回去 回院去 干什么 你干 你现在事这么多 你让我回医院躺着 我能躺得住吗 等你伤好了工作 有的事给你做 你觉得咱这没人 除了你地球就不转了 回去 我马上给你派人派车 你 来人 你行了 行了 别了 你说就算 你是老大哥 我听你的 对的对了 你也不用派什么车 派什么人 我开摩托车来的 就你这样 开摩托车来的 哎 慢点 欠的不走 打着倒腿 跳马 听兵 你为什么不吃掉 我这匹马呢 居座 这可是您故意送到我嘴边的肥肉 我才不会上当 哦 你这是吃一欠 长一智了 嗯 这就印证了我下几步棋的设计 是没有错误的 不过 你可要小心了 既然你没有吃掉这匹马 你就必须防着它 不知道它什么时候 会撂你一折子 公族 眼下我不吃 可我卑鄙不防 我可能随时都会把它干掉 吃炮 公族 居座 您的这步棋 好像没有什么意义 没有意义 不会是没有意义 是你的注意力 还没有从这匹马上 跳出来 不过 现在我这匹马 就起死为生了 推胖 跳马 江 你看看 看到了吧 就是这匹半死不活的马 起到了作用 你以为我真愿意让翠花嫁给你活驴呀 这不是没办法吗 这小子武艺强枪法好 没准还是咱们完成天资一号缺不了的人呢 银龙既然已经把翠花许给她 想变也变不了了 逼迫翠花嫁人 是不是又在试探我的 可这确实是个接近银龙的好机会 我得想一个办法 既能救翠花 又能摸清银龙 掌控冯庆辉匪部的真实意图 同时还不能暴露自己 就算翠花不是底特 我怎么热衷这件事情 会不会弄巧成拙呢 尤其是那个夏天 会不会怀疑到我的身份 中华呀中华 现在可不是你发善心的时候 敌人奸诈狡猾 你的对手也绝不是久能翻呆 谁 是我 翠花啊 你怎么在这儿 我 我在这儿等您呢 等我 我是来跟你道谢的 谢什么谢呀 我又没帮你做什么 不您帮了 您今天跟夏掌柜打架 就是为了我 我在屋里听得一清二楚 夏掌柜 说话总爱阴阳怪气的 这事跟你没关系 您要是不愿意承认就算了 先生 不管我以后怎么样 我一定会感激您的 翠花 别这么说 这个事 我确实帮不上你 可您不会见死不救吧 先生 我现在还年轻 我求您您能救救我吗 翠花 你为什么就死活不肯呢 我倒认为 这可能对你来说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知道您说的是反话 我相信 您不会见死不救的 词曲 李宗盛 他就死活不救的 他就死活潮了 Aquiv 就死活潮了 他就死活潮了 啊 他们也没有成立了 那是好 反他们 我 那是好 你知道吗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你念吧 为了检验冯庆奎的忠诚和本领 让他与客人比武招亲银龙 什么意思 有点意思了 怎么说 客人不就是我吗 银龙让我和冯庆奎比武 这主意是你出的还是夏天出的 这不明明是银龙的命令吗 怎么又怀上我们俩了 谁爱玩这个 夏天现在又不在家 别蒙我 你是不是在故意装糊涂让我不怀疑他 百分之百不是夏天 他去百花山了 去百花山了 我让他先去联络冯庆奎 你们俩别串通起来蒙我了 那我没办法了 信不信有你 我想不通吗 我看你不是想不通 是不愿意去吧 得 我要说不愿意去 你们俩还不见得怎么怀疑我呢 好 我去 等完成了天子一号 看我怎么跟你们俩 一笔一笔的算清这笔账 其实 我还挺感谢银龙这一招的 怎么 你知道我打心眼里 不愿意翠花嫁给冯庆奎 现在好了 你打败冯庆奎 不就替我救下翠花了吗 这样 咱们既没有违背银龙的命令 也没让翠花落入火坑 两全其美 你就别想美事了 我来干什么来了 给你们看家护院来了 听你这口气是不想去 为什么不去 我妈对我说过 找上门来的架 绝对不能不打 去 我来说你这口气是不想去 你这口气是不想去 我来说你这口气是不想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可昨天晚上 在先生的劝导下 我想了一夜 我终于想明白了 想明白什么 我不能再为难您了 您要是让我嫁 我就嫁 真的 说不定是天桥的把势 光说不裂呢 那个冯庆奎可不是一般人啊 百花山方圆百里 她的名是家喻户晓 妇孺皆知啊 翠花 你跟她成亲以后要再到这儿来 连我都得对你这压寨夫人刮目相看呢 我说了 我认命 其他的 我什么都不想 让先生去跟她比试比试怎么样 一交手就知道是不是货真价实了 我看行 不认命又能怎么着啊 能嫁出去 那终归是好事啊 咱先不说是不是压寨夫人 至少咱再用不着给人当下人了 是吧 你不是一直不服气先生吗 换你比武去 行吗你 是 我是不行 那我就等着看看咱家先生如何英雄救美不 闭上你那个臭嘴不 你就别在这儿画圈让我往里跳 笔试笔试没问题 不过我有缘在先 要是输了 责任可不在我 行了 把这意思带给冯庆辉 他要是同意 我挑个日子送翠花上山 他要是不同意 这门亲事就算了 董初 唐一平的试检报告出来了 没有任何中途的迹象 跟杀死杜狱的手法不同啊 跟杀死杜狱的手法不同啊 报告上说是因恶侯之息导致的死亡 看来我们的敌人真是急了 董初 你发现什么苗头了 语众 我问你 你觉得许秀娟能先掐死唐叶萍 然后再把她挂在房梁上吗 你 你干什么 实事求是讲 让许秀娟一个人完成这些动作 恐怕难度很大 为什么 就许秀娟跟唐叶萍的身体条件来讲 一对一的直面搏斗 许秀娟恐怕还不是唐叶萍的对手 三天后 就送翠花上百花山 到时候可就看你的了 看我什么 我们可全都指着你呢 你有把握吗 没把握 没把握 也不能让那个变态看笑话 你就甭理他 陪我上医院买点止疼药吧 怎么来呀 行 我陪你去 走 董初 您先忙 我还得上医院看看杨科长 这个事件报告的事情 别告诉我啊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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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小雪的冬天里想起你 我的心里一片碧绿 在阴暗的雨夜里想起你 我的蓝天晴空万里 为了你为了你我愿意 用生命还回你 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 为了你敢陪你 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 在小雪的冬天里想起你 我的心里一片碧绿 在阴暗的雨夜里想起你 我的蓝天晴空万里 为了你为了你我愿意 用生命还回你 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 commissionlists 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 这是我愿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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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长得有那么随便 谁说的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心里就咯噔了一下 我就不相信 我能看走眼 为什么敌人要三番五次的 对杨科长下手呢 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老杨负责的任务 戳到了敌人的痛处 您要派我去北平吗 如果情况继续失控的话 那你就必须带我亲自走 请不吝点赞订阅